女儿女婿为霸占阁楼竟举报母亲是女巫,要活活把她烧死 今天给大家带来悬疑故事《少市村》 在少市村的9号审判室,两名巫师猎人被村长召唤 村口的一对夫妇声称自己母亲是女巫 黑胡子猎人说是不是女巫我们自有判断 白胡子猎人说之前他们遇到一个铁匠,也说遇到恶魔 结果所谓的恶魔只是一只乌鸦 村长表示赞同,很多事情确实不像表面看起来这么简单 少市村已经很久没有这么热闹过了 一听说有女巫的事,各村的吃瓜群众都来到这里观看审判 这位村子带来了巨大的收益,不过村长也是要为审判花销的 黑胡子狠狠地宰了她一顿,连发辣爽足粉都要村长报销 不过白胡子没急着要钱,万一老妇人并不是女巫呢 之后村长让看守老妇人的鞋匠为他们撒画了一副逼真的合照 吃瓜群众开始陆续进场 村长趁机宣传了一波村子里的各大旅游项目 然后才把老妇人带到现场 得知是女儿女婿控告自己之后 老妇人一切都明白了 原来他们想把老妇人赶出房子霸占她住的阁楼 他们根本不需要这么恶毒的 老妇人本来打算一个月内就搬走 村长又是业余法官 她让女儿女婿描述当时的场景 女婿言之凿凿 说她经常发现老妇人和一个鬃毛的恶魔会面 女儿也表示这些都是真的 老太太急忙反驳说这些都是假的 但是被鞋匠一把按了下来 黑胡子还威胁她 再说话就把她的嘴缝上 女儿继续阐述 说看到老妇人和一个藏在藤罐里的小恶魔说话 白胡子说这听起来似乎是一只老鼠 女婿说小恶魔还会开口说话 村长开始传召证人 证人老头是一个很有想象力的人 她说亲眼看到老妇人骑着铁锹 飞去参加女巫宴会 她还亲吻恶魔的屁股 啃了婴儿的脸 但是白胡子稍微一问 就套出证人老头和老妇人曾经有过节 所以她的证词也不可信 很有可能就是落井下石 老妇人说没有什么棕皮的恶魔 棕色的帽子倒是有一顶 一顶普通的帽子 哪里来的腿和乳头呢 村民听了她的话哈哈大笑 黑胡子面子上过意不去 就让众人安静 老妇人见状反驳说 黑胡子的胡子倒像是恶魔的胡子 众人再次大笑起来 这一下激怒了黑胡子 她威胁说 只要是再笑 就把谁当成女巫处死 但是众人不仅没收脸 反而笑得越大声 如此庄重的审判 就这么被破坏 审判不得不私下进行 不能看到审判过程的村民 只能遗憾退场 为了寻找老妇人身上的魔鬼印记 黑胡子对她使用了酷刑 老妇人立即向女儿求救 问她忍心看到这样吗 女儿有些动摇 女婿劝她 阁楼那么大 正好可以晾床单 但毕竟是自己亲妈 女儿向村长说 不确定自己看到的是什么 黑胡子立马质问老妇人 到底和谁在会面 老妇人被逼无奈说 自己和鞋匠在约会 因为鞋匠看上了她的 活 然而心虚的鞋匠 对此却失口否认 还找来自己的老婆作证 毕竟胳膊肘朝里拐 鞋匠的老婆 自然是给鞋匠作证 黑胡子十分满意 表示今晚会给老妇人上酷刑 让她好好地回忆一下 恶魔的样子 明早继续审判 白胡子心里清楚 这出闹剧 就是女儿女婿 想霸占阁楼整出来的 质问黑胡子 颠倒黑白 良心不会不安吗 黑胡子表示 自己做的一切 只是为了正义 第二天审判前 村长来告诉俩人 柴堆已经准备好了 烧死老妇人不成问题 人们甚至已经为此 开启了集会 不过还是要走走过程 接着老妇人被带了进来 因为被施了拉伸裤型 她看起来比昨天高了一些 趁着审判开始前 黑胡子把面包屑 撒在老妇人身前 然后把小恶魔带了上来 小恶魔闻着面包味 来到老妇人身边 众人一看 这小恶魔认主了 老妇人就这样被村长 判定为了女巫 并决定将她用火烧死 处决之前 女儿和女婿 去向老妇人道别 女儿说 她们得到了两张 前排的观看作票 还说隔壁的一对夫妻 十分羡慕 表示也要举报 自己的母亲是女巫 老妇人却一动不动地不理会她们 这时白胡子来将俩人打发走 俩人走后 白胡子揭开了老妇人的头罩 被绑住的竟然是黑胡子 原来白胡子早就将俩人掉了包 她要让黑胡子为自己的罪孽买单 最后黑胡子被推上了行驾 而村长走进来 给了白胡子一袋报酬 村长走后 白胡子将老妇人叫出来 并将自己的报酬拿给老妇人 让她带着钱远走高飞 老妇人说不知道该怎么感谢她 说完拧断了她的脖子 原来老妇人真的是女巫 她捧着小恶魔说完成任务了 随后化成蝙蝠 飞去了女巫宴会 这个故事看起来似乎很荒诞 但不要忘了 故事中的背景 是中世纪的小村庄 当时的很多女人 都因为被诬陷为是女巫 而惨遭杀害 这些惨剧的发生是因为有像女儿女婿这样冷漠自私的人 有像村长这样拥有权势却好坏不分的人 像黑胡子这样为了钱财 什么都可以做的人 而至于白胡子 她应该是全篇唯一的一个拥有正义感的人 但是她最后却不得善终 那她的死无辜吗 答案是否定的 因为她作为一个专业的巫师猎人 却没能分辨出老妇人是真的女巫 这也算是须有其表 而故事的一开始 村长的那句话也点明了主题 有的事情不是表面上看起来这么简单的 这个故事来自9号密室第二季 喜欢就关注点赞 转发留言 咱们下期再见